诗篇二十九篇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 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 它使之跳跃如牛犊 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 耶和华的声音如火焰分岔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 耶和华震动家底式的旷野 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 树木也脱落近光 凡在他殿中的都说他的荣耀 洪水泛滥之舌 耶和华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之道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是 大卫在献颠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 当我读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好像整篇像暴风急雨一样的情景 使人深受感到了耶和华上帝的存在 因为在这十一节的经文当中 上帝的名字耶和华居然出现了十六次 在有的版本当中甚至出现了十八次 而神这个字只出现了两次 所以大家如果熟悉这首诗歌的话 你就知道这里面最最重要的一节经文 就是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 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神明当中 都曾经经历过不少的难处 但问题却在于我们一旦有了难处 有了很大的难处 甚至是天大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上帝也不存在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恐怖之处 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反应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我们真的还不如那些没有信仰的人 但是这里的诗人他提醒我们 大卫提醒我们 你要记得 无论如何 今生今世永恒永远 上帝耶和华 他永远作者为王 他永远在那里作者为王 你有这样的信心吗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